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强心安神的穴位配舞 那么很多人就是年纪大了以后 他就是越来越会关心他心脏上面的问题 因为现在心脏上面的这种慢性问题困扰着非常多的人 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自己做一些调整 做一些改善,甚至做一些预防 那方法是当然有的 首先第一个,我推荐大家可以没事的散步,运动运动 这个是最好,最有效,最安全的一些预防方法 但是你真的心脏感觉有时候心悸心慌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用一些外在的穴位去进行一些刺激 刺激咱们的心脏 那我们来说两个穴位 第一个穴位就是咱们的劳工穴 劳工穴就把手举起来 我们之前视频讲过 我们中指去点的时候 往下点的时候 那这个位置就是咱们的劳工穴 劳工穴它会有很好的安神的作用 它虽然属于心情,但它有很好的安神的作用 同时你就按压它以后 然后慢慢的可以呼吸以后 你的整个人的神经也会逆刻放松下来 这可能是很多人都不了解的功效 所以说这个它可以治疗失眠 同时安神又可以去帮助我们强行 所以劳工穴它是一个很好的穴位 第二个就是内观穴 内观穴就是很出名的 就是咱们比如说心脏有心脚痛 心际,心的光都可以去按着我们的内观穴 它也是一个强行的穴位 非常出名的穴位 那今天咱们把这两个穴位去配护起来 就是说咱们内观穴取穴 就是说万行纹往下三指 往下三指这样 这个位置就是咱们的内观穴 那咱们内观穴把它按住以后 大约三到五秒钟 好,所以看一下手本啊 按住以后三到五秒钟 慢慢的,你看,往上去推 推到哪呢?推到咱们的劳工穴 好,再按 按,劳工穴一般按的时间长 五到十秒钟左右 好,按完以后再来 从这边大概位置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是用推法 推法的话就不要求你的穴位取得非常精准 按住 然后慢慢的,你看,往上去推 推到劳工穴 这个手法它可以很好的 它不单可以去帮助我们改善心上问题 还能去降压 还能降压 这个和我之前发的视频 台湾那个降压者 有异曲同工之表 咱们还是一样的推 推到劳工穴,放松 好,你在按压的时候 特别是在按劳工穴的时候 就会发现你的这个头皮啊 或者精神啊 会处于非常放松的状态 我们甚至啊可以 就做鼠面以后 我们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慢慢的往上推 推到劳工穴以后 放松 可以配合一样呼吸 继续做 那左手做完了以后 我们可以把右手再做一下 两只手都做一下 然后至于推多一下 大家可以就是 看自己的一个状态 那我建议大家 就每天可以推一个十几下 到二十下就可以了 就够了,刺激量就够了 不用去推太多 因为推太多的话 太,总是刺激 其实有时候也挺不好的 那咱们今天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大吴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 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内容 可以帮助大家 长按这两个穴位 对于中老年人 这个心脏上面的一些问题 包括这个情质上面的问题 都能带来改善 睡眠也能得到改善 所以这两个穴位 配不起的非常好 好 那大家关注我的视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